大家好,我是艾尔嘉 古希腊哲学家伊比焦鲁在雅典创立了一个学派 称为享乐主义学派 传说中呢,这些学派的人住在伊比焦鲁的住房跟庭院之内 与外界世界完全隔绝 因此被人称为花园哲学家 据说在庭院的入口有一块造诗牌上面写着 陌生人也将在一起过着舒适的生活 在这里享乐来是至善之事 享乐主义这个词呢,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纵欲 似乎在鼓励人们放纵私欲 追求感官欲望的满足 事实上呢,这是一种误解 伊比焦鲁认为最大的善来自于快乐 没有快乐就没有善 那快乐呢,可以分为动态的快乐和静态的快乐 例如享受美食是一种动态的快乐 饱餐之后的满足是一种静态的快乐 他认为静态的快乐享有优先地位 那快乐也可以分为肉体的快乐和精神的快乐 例如欣赏艺术和交朋友都是一种精神的快乐 尤其是交朋友 伊比修鲁非常重视朋友 他也认为平和的心境可以帮助我们忍受痛苦 他认为人生的目的在于达到一种心神安宁的境界 这种学说听起来言之成理,作为一种生活态度是可以说得通的 不过呢,如果从探索生命真相的角度出发 这种学说似乎隐盖了某些重要的线索 我们先以性愉悦为例 追求性可以等同于追求性的快乐 性不仅是一种肉体的快乐 它也具有很大程度的普遍性 享受主义在这里完全没有问题 我们再以下围棋为例 在学习的过程中 你体会到了思考、计算、战斗以及胜负的乐趣 于是你爱上了围棋,非常喜欢下棋 喜欢下棋可以等同于喜欢下棋的快乐吗? 基本上是说得通的 不过好像哪里怪怪的 好像少了一点什么 下围棋是一种心智活动 而且它的快乐不一定具有普遍性 也有很多人在学习的过程中 觉得围棋不好玩就放弃不下了 因此,比较贴切的说法应该是 我热爱围棋 它会带给我很大的快乐 快乐在这里比较像是一种副产品 我们再以佛陀为例 佛陀为了追求人生解决烦恼的方法 他出家 经历了苦行、启实的过程 最后在菩提树下悟道 修行必须经历凡人所无法忍受的痛苦 悟道的喜悦 也不是凡人可以隐略的 我们可以说 佛陀经历这一切 是为了追求悟道的快乐吗? 这样说显然相当不贴切 悟道是一种价值 是一种信念 快乐伴随悟道而生 快乐在这里是一种副产品 我们再以助人为例 今天你在公车上让座 或是扶老太太过马路 是因为你发自内心 觉得自己应该这样做 你不是为了名声或是回报 但是有一种享乐的利己主义会告诉你 助人会产生一种满足感 这种满足感是一种精神的快乐 你其实是在追求精神的快乐 你其实是为了你自己 事实上呢 助人是一种价值 是一种信念 快乐在这里是一种副产品 一旦没有掌握这里的关键 在利己主义者的眼中 事实上再也没有利他的行为了 我们最后以苏格拉底为例 苏格拉底是古希腊大哲学家 他有一句名言 朋友 你对智慧与真理如此冷漠 对灵魂的最大利益毫不关心 难道不觉得可耻吗? 最后他被控以亵渎神明的罪名而受审 并且被判了死刑 他原本有机会逃遇 但是他甘愿赴死 他用自己的生命为真理做了见证 他牺牲了自然生命 成就了价值生命 苏格拉底的随着信念 就是他的价值观 你能说 甘愿赴死是一种追求快乐吗? 快乐这个词 在这里已经显得格格不入了 从以上的例子 我们的结论是 追求快乐 逃避痛苦是人之常情 它可以作为一种生活态度 但是如果从热情 信念与价值着眼 对于生命意义的思考 或许会有更多的启发 好 那今天的话题 就是跟大家聊到这里 哲学是我的左脑 音乐是我的右脑 我是艾尔嘉 我们下次再见